為了自己的失利而去關說這個疫苗 我不知道游議員有比檢察官還要大嗎 問一下林秉書說絕對沒有對價關係 大家相信嗎 仲介這些政商民流去 難道是為了公益嗎 就是為了他們的政商關係而已 那這一些好處高嘉瑜沒有享受到嗎 他侵犯了其他一般民眾 那個時候可以享有疫苗的同等的權利 他破壞了當時的這個公平性 然後為了自己的失利而去關說這個疫苗 從市議員到立委他不斷的在幹這樣的事情 他不用對外說明嗎 當時的時候核心的林詩弘跟高嘉瑜都喊冤 說哎呀這只是單純幫傅佑陳情 然後高嘉瑜只是單純接到選民服務 我覺得關說跟選服務絕對存在了一條界線喔 身為民意代表不要濫用選民服務這四個字 我不知道游議員有比檢察官還要大嗎 如果檢察官都已經調查 而且非常的明確的牽結 也認為我的部分就是單純的選民服務 我想檢察官對於所有的事證也都釐清的非常的清楚了 那就這個部分而言我只能說無望之災 民意代表本來我們在選民服務的範圍裡面 能夠做的我們就盡量做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違反法律 也沒有逾越法令的界線 我想對游議員來講他當然為了要選舉喔 他可能想盡辦法要跟我 我想每個人也都想要跟我有所連結 看能不能有一些聲量或版面啦 但我還是覺得說選舉主要還是要在地方上勤加努力 那其他的議題當然博取一時的聲量或版面 但是我覺得這些都是一時啦 最主要還是要在基層多下工資吧 我希望詹 Ж跟你同理會 自求心去出社會 因此 Libra就拜託 ταividad 也 我們 就